我们来看一下6.4的6.5 6.4是讲其他的简单机械 所以除了我们的杠杆和滑轮以外 还有怎样的一些简单机械 像Pick 像轮轴 像鞋面 像螺旋 这些都是简单机械 然后6.5就要讲到机械利益 前面其实都有讲到机械利益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 主要是你没有用机械所需要的力 你没有用机械所需要的力 除以用了机械后所需要的力 所以基本上你的机械利益大过亿的话 代表省利 小过亿就代表费力 小过亿大于零 不可能去到零 应该不可能去 就大概的是审利的话呢 就是大于一的话就审利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4的6.5 因为主要没有什么题目好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黄老师呢 今天就上课的时候呢 就竟然骑着脚踏车进课室啦 然后呢 他就说 因为脚踏车的结构的使用呢 他涵盖了很多简单机械 那关于脚踏车的这个 简单机械的描述下列呢 哪一个是正确的 手把是费力杠杆 手把来讲呢 是轮轴啊 我们先画一下那个手把哈 他的手把来讲呢 呃 我们的那个脚车的手把啊 他其实是拿来转弯用的 对吗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一边呢 他是有一个旋转的啊 就是旋转 旋转了之后呢 这个下面呢 使到他的轮转呢 就摆左摆右 那你会看到他旋转的部分呢 好像是比较大的 你的手握的地方是比较大的圈 然后呢 这一边旋转会比较小 所以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是省力的一个轮轴 省力的轮轴 所以他你叫他费力杠杆 不是很对的 因为省力杠杆 是省力的 是省力的 因为你你的这个把手的位置呢 是在轮上 你的轴是那个主力的话呢 是属于省力的 而且叫省力轮轴会比较正确当一些 OK 链条跟后轮呢 形成滑轮轴 因为你看 你可以看到的是那个链条 我们的脚车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链这样子的 前面那个是脚踩的 对吗 前面那个是脚踩的 大概是这样子吧 后面呢 就让他那个轮子转动 那这个情形呢 你可以叫他轮滑轮吗 其实不是 我们的滑轮 一般上是用绳子的 然后呢 是没有牙齿的一个状态 所以 但是这个呢 他其实是有齿轮 有牙齿 然后呢 那个链条来讲呢 就是让那个牙齿穿过去 他是 有点像是整个概念 好像有点类似 但是呢 又说不上 又不是太像 就可能说 我们原本是有滑轮 过后呢 就想出来说 我们把它换成齿轮 然后呢 链条 整个的操作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OK 所以如果你讲他是一种滑轮柱 好像也不太正确 然后呢 刹车那一边呢 我不想 这个刹车的话呢 那个 还蛮复杂的 我们的刹车 他其实是有一个手法 按他 对吗 然后呢 他的这个按来讲呢 他会 我又不懂 他讲形容 他会把那个 有一根东西 你按了之后呢 把这根东西 给拉扯上来 应该是在这边吧 那这根东西是什么呢 他这根东西是 跟钢线连接 那个 连接下面的 那个刹车的 那个 塑胶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上面呢 其实有一个杠杆 你一拉了之后呢 把这根 这根东西拉出来 使到说 他的这根钢线呢 也把那个 也把这一边的 这个 拉了一下呢 让他压下去 下面这边 其实也是有一个杠杆 但是呢 我现在又画不太出来 他 因为他整个 整个设计来讲呢 他很 你要 你要看清楚 他整个设计 而且又每一个设计 好像有少许的不同 反正呢 就是他利用这个钢线呢 来拉扯 使到他的这个东西呢 可以压下去 下面有一个杠杆 上面也是有一个杠杆 所以整个刹车系统呢 是的确是有利用杠杆的 一个姿势 来运作 OK 好复杂 就讲了一个 一辆脚车 其实很多的 那个简单机械在里头 然后呢 花纹是为了要增加什么呢 增加这个轮胎的一个摩擦力 对不对 不是压力 也不是压强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初一的那个 初一下车第五章的那边的姿势啦 是增加摩擦力用的 再来我们看下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轮轴吧 一个轮轴 大轮的半径是五 小轮的半径是二 如果我的物体的重量是15 就要看这个重量是 拉在那个轮 还是放在那个轴 然后我们要看清楚 那个题目 OK 所以这个重物是放在轴那边 所以这个情形是省力的杠杆 省力的一个轮轴啦 那你的怎么省力法呢 我们的五是 你可以讲说这个五啊 是我的那个利弊 利弊嘛 我的利乘以五 会等于这个15 这个重量 这个比不是很好 15乘以二 那我们可以把五月减得到三 三二得到六 所以我的F呢 会是得到六个六 OK 所以这题应该 大部分的人都做对啦 没有什么难度 All right 再来看一下哪一个机械利益最大 我们刚才讲了 一以上就是省力 对不对 这样如果机械利益越大的话呢 代表越省力 那个斜面呢 越省力的话呢 那个你的这个位移就要越长 所以我们就要看他那个斜面呢 越长的话呢 就代表他越省力 所以你整个情形来讲呢 如果他的高度是一样的话 我直接直直拉上去呢 这个是最 最费力的情况 如果我打鞋这样子慢慢按走 虽然我好像要移动的很远 但是呢我其实就越省力 所以应该是这个percentage的这个符号 percentage的符号 OK 其实只有两个啦 就是要嘛就是这个情形 要嘛就是这个情形 如果你忘记了 到底机械利益越大是省力还是费力 这样你就惨了 你就任选一个了 OK 暗广一下 OK 所以没办法 如果你忘记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 所以你的答案呢要嘛就是这个percentage的 要嘛就是add的这个 也有的确有四个人忘记了 就选了这个add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拿钱的这个 这个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在中间的一个情形是不太可能的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好 再来看第一 这一题 右图所示 这是下图了 下图所示有一个是杠杆 一个是滑轮阻 好 那我用相同大小的力去拉这个物体提高0.5 请问他所做的工 是F这边所做的工如何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要拉同样大小 我要用同样大小的拉力 其实我这边省多压力我不晓得 这边省多压力也不晓得 但是他要研究的是工 请问做工会不会有省工的情况 没有 对不对 我们简单机械不管你省力费力 怎样的情形都好 你的工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我完全的也不用理他 到底省多少力 这边省多少力 这边省多少力 你完全不用理他 甚至呢如果一个是费力一个是省力的情形也好 我的总之两个的情况啊 只要是一样的物体提升一样的高度的话 那他的这个工呢就一定是一样的 OK 同样的物体的重量 还有提升一样的高度的话 他一定是一样大功 再来我们的简单机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省工吗 还是为了省力 为了省工这个肯定错 因为我们不管怎样的简单机械都不可能省到工 再来提高功率可以吗 功率就是工除以时间 我的功六八发省 我的功率也不可能省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两个呢 直接不用看 提高效率 这个效率 这个效率这个词就很奇怪啊 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啊 到底什么叫效率 所以这个呢 也可以直接去掉他 不用去理他 为了省力 为了省力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你就要看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叙述了 为了省力 或者减少操作的时候 失利点的位移 这个是用或者 也就是说我要码就省力 要码就省位移的意思 OK 下一个呢 是为了省力 同时省位移 同时省位移就不可能了 我们要省力的话 就一定是非位移 省位移的话就非力 所以呢 你这两个选项呢 很多时很靠近啊 但是你要看清楚 你同时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大家注意哈 有九位同学选错了 OK 注意了 注意了 OK 再来看下列哪一个 不是简单机械的目的 方便吗 是的 我们用了之后呢 蛮方便的啊 像钓鱼啊 我们方便吗 我们啊 我们的位移就不用这么多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方便 省力吗 是的 有一些是的确是可以省力的 这个点对 成功吗 不可能成功 省时基本上呢 也是一样省位移的情况啊 OK 省时其实就是所谓的省位移 因为我位移短的话呢 就代表我的这个 时间就会缩短啊 的意思 但是省功就不可能 省功就不可能啊 所以这一题呢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哎 我们看到省功就这个肯定错了 好 再来下列哪一个呢 方法可以增大 机械利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机械利益是什么啊 我们的机械利益的定义是 我用 我没有用这个机 我们 等一下 你在我想象 我们没有用 没有用机械的时候 所需要的力 所以我们想象今天我要提升这个东西 这个物体的重量就不是不是我的那个 所谓的没有用机械所需要的功 呃 所需要的力 所以也就是主力是放在分子的 过后我用了机械之后 然后我的力呢就会变成所谓的那个杠杆里面的动力 对吧 那因为动力乘动力币等于主力乘主力币哦 so这两个如果我平衡的条件 呃 我整理出主力 除以动力的话呢 它将会是 等于动力币 动力币 动力币 除以主力币 所以你会看到呢 如果我们看力币来讲哦 它是倒转的情形 哦 你的机械利益啊 mechanical advantage 我们用MA来代表哦 它是主力除以动力 但是如果看力币的话呢 它是动力币除以主力币 所以这一边怎样可以增大我的 机械利益呢 我要吗 我可以 增大主力 这个增大主力好像有点奇怪 呵呵 呃 增大主力有点奇怪哦 这个主力我怎样增大它 呵呵 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控制这一边有点搞笑 有没有 啊 所以在这边我可以增加动力币 我可以减少主力币 OK 增加动力币 失利币就是动力币的意思啦 啊 就是这个是旧的一个词 然后呢 负载币就是主力币 减少负载币 啊 就是减少主力币 OK 这两个都可以 然后呢 减少 减少 主力和施力这比 主力和施动力的比 这个如果我减少的话 就这代表我减少我的 呃减少我的这个 呃 机械利益了 这个不对 应该是要增加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应该是减少啦 这边都有写到 OK 所以正确来讲应该是这两个选项 可以哈 所以我 OK 我我我我我应该要 反省一下哦 我应该要把那个 负载换成主力啊 那个失利换成动力啊 就是根据回我们新的那个 那个名词啊 抱歉 抱歉 OK 这个是那个旧的物理题来的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啊 有图吗 没有啊 没有图 OK 不过一个前指的支点呢 刚好在整个的长度的四分之一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有个前指 前指大概是有点像是一个 呃 剪刀这样子的意思 在他的四分之一处 应该就是说这一边呢 应该是四分之一的长度 这一边应该是四分之三的长度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的主力跟动力的比哦 应该是一比三 OK 所以那个机械利益啊 审利来讲应该是变成了三比一 三比一 所以是三哦 所以我们很多学生会选到四 因为看到四分之一 你要这样子来看 这一边的是四分之一 这一边会是四分之三 所以主力币是一 动力币是三 我们讲了这个机械利益是 动力币除以主力币 所以是三除以一得到三 OK 就选四的同学啊 你选二的那个更搞笑 OK 选二的也是错了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当然是三 哦 这一题为什么错呢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图 刚才我们讲了 如果我在这一边 如果我只是研究这一边的力 跟这个W来比的话 这个应该是只有一个动力吗 对不对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动 动滑轮 一个动滑轮我就省一半的力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啊 它的重量呢将会是一半 我们再看上面的话呢 它虽然是 它虽然是一个滑轮组 但是这个滑轮组呢 只有两根线 也就是说它也会 把这个力呢 再除以二 所以这个F呢 会是W除以四哦 W除以四 就是省一半 省最后最终呢 是四分之一的力 所以机械利益是多少呢 机械利益是四 OK 所以这题呢又比较难看 抱歉 应该是给错答案了 给错答案了 答案应该是四 四分之一 OK 给我修盘一下啊 大部分的人是说对的 大部分的人做对的 刚才我解释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题目 不稍等一下啊 等下我们再改啊 我们讨论最后一个 下列哪一个呢 不是简单机械 轮轴是滑轮是 螺旋也是 鞋面也是 它是不是鞋子的鞋 这个玩鞋音梗 有没有 不过全部人都做对了 非常好 OK 所以最后一题是说问题来的啦 哈 没问题